這邊比賽開始由SYON對上我們的Beyond 勝負的決勝族 首先在後面中左上角藍色的神主玩家是我們的中國選手SYON 後面中來到左下角紅色的人類玩家 韓國選手邦尼 邦尼 邦尼 對齁地圖是來到強酸工廠 許久不見的人大神 在赤樂青春裡面 邦尼其實他大神總是比較弱一點 跟他自己比起來 對 跟他自己比起來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這場邦尼會有哪些表現 你看他神主打人類都要開場大龍 對 太不合理了 因為現在很多人類玩家都被帶壞了 就是冰銀可能都野在外面 太不合理了 這有過虧的 而且他這個野還有可能就是 他把冰銀可能放在自己二礦的角落 或是山礦的附近 假裝要野的那種 太不合理了 對 這一定會改的 絕對會改 最近不是有要大改嗎 我覺得 這個一定會是 改版的其中之一 只是他怎麼改 在想 喔 他一定會改 太不合理了 可是這個要怎麼改 流程上會改嗎 還是 我覺得太不合理了 你可能死神製造時間再增加個五秒之類的 喔 死神製造時間 反正我覺得那太白痴 你知道多這五秒就有差了 嗯 多那五秒的話 恐戰士應該就出來了 可能你多五秒鐘 然後你便宜一點 喔 因為那個是時間點的問題 對 那個時間 你也過來的時候 神族沒有東西可以打死神啊 那太不合理了 沒錯 那你再加上 我們如果操作不好就算 操作如果像馬路那麼好的話怎麼辦 他死神來的時候 你家裡什麼都沒有 作為是寬死 那你有寬死也只能讓他 讓他不能用A的 然後你就算有救世了 馬路證明了 救世算什麼 甩給你看 有觀眾表示說 暴雪的時候會關注 會關注 對啊 但是 我是覺得一定會改啦 只是怎麼改不知道 這邊死神怪偵查 看到了心機之門 也確定了 我們的限制劍在生 在我們的生產 好 那我們的邦尼這邊選擇 是出我們的鬼雷 我現在在想邦尼他會不會出第二個 出那個 出完圍巾之後出藥地 哇這個 像是飄進去了 這邊我已經 逼迫 我已經直接降了下來 工兵包了起來 損失了三次的太 再過了 晚安了 炸的 說 goodbye 像這種鬼雷對不對 我是覺得 他已經改落了 所以沒什麼好笑 鬼雷應該要再改強才行 他是他偏爛的 對 因為畢竟你炸一次就限行 這個 這個太爛了 對 所以他 他那個改版方向 我覺得OK 就是 他不是有個升級嗎 絕地爪 絕地爪 升級後有個效果是 就是 讓你炸完以後不會顯行 我覺得這合理 對 就是用後期 怎麼講 他這個的話 就等於是把鬼雷偏向於 傾向於後期兵種 他就是變成後來也可以用 對對對 在後面 然後 但是他如果是前期就可以隱形 又太強了 因為 因為那個 你 VF 你鬼雷進來 我如果今天是一個沒有辦法 偵查隱形的開局 那是不是又要輸了 沒錯 哇 這一發 可惜 如果剛剛是打在另外一隻鳳凰上 就賺了 所以以前超多MVF 然後只出一隻鬼雷這樣 干擾你 然後之後接什麼 真扇梅 這玩得下去嗎 神族 神族我們 上次提到 那個航空無箭的改動 他又有最新 最新的消息 這樣改回來嗎 嗯 他把攻擊換給航空無箭了 升級不見 是不是 升級還是不見的狀態 但是他的攻擊 就是原本 每隻小飛機造成 五成二 原本是五成二 然後現在改成八成一 現在又改回五成二 那沒什麼差 還有什麼 目前只有這條消息 那還是很爛 爛死了 目前都只是消息 因為最終 那個 超刀的都是暴血 這個要看他們 現在的這個狀態 你一樣還是不會出航母 好這邊幫你直接 冰陰前驅了 這個立場 立場切得不錯 只是 革的不夠多 鬼雷丟下去 這邊直接一埋 埋毛 埋毛 根本沒埋到 沒埋到 這把炸在教室身上 炸在教室身上 炸在我們的 這邊三人就是把自己的冰 窩在電池旁邊打 他的鳳凰好像有點 有點瘦 他的鳳凰是要引雷 然後那個 邦尼也知道 他把部隊往後拉 把那兩個鳳凰點 所以才看起來 鳳凰很瘦 那鳳凰是想要引雷 這邊有了三隻的 喔啊這個鬼雷爆開 三隻教室 來二光這邊做一個騷擾 殺了十隻的太空 這邊閃追完成 喔啊要被炸了 第二發 閃掉 這個連續 如果連續被炸兩發 就真的太扯了 第一發炸到我覺得是 無可厚非 畢竟小地圖沒有紅點 對 但是你紅點被炸了以後 你就要反應過來 接下來第二發 沒錯 這邊邦尼選擇 要做一個海量空投 直接四船 四船 四船的意料頂 空投到你什麼況 這邊教室又到了 邦尼家的二況做一個騷擾 這邊直接投在了礦區 這邊點掉你的水晶塔喔 讓你的第一時間 讓你的兵營 四個兵營 三個兵營還有一個VS停電 那同時點掉的主況非常的賺 哇 鬼爆了 這邊載起來 這邊剛剛是因為 大部分的墜裂都已經閃現過了 所以邦尼這邊才敢載起來喔 邦尼這波空投非常的壯 同時家裡又再拉了兩船 要去空投 有塞恩的三礦 雙方人口這邊邦尼是121 塞恩這邊是109 這邊兩船空投過來發現 你的重病都在這裡了 鬼流買了下去 這邊 這邊的多線 接受已經在我們的邦尼手上了 剛說完 這邊有點虧 送了四船的兵 這時候二防的剛生而已 完蛋 這波應該是要掛 不過邦尼剛剛那一波他也是 必須得找個地方降 因為 三人的鳳凰已經出來了 已經出來在驅趕這些東西了 所以他只能找個地方降 所以貝蘭界也是無可厚非的 這邊部隊打字衝了上來 鬼雷直接埋了下去 哇 那個鬼雷是有在空的 對 三顆鬼雷都秒同一個地方 那個是有在空的 這波三非常的難受 即便這邊有電池 但是 邦尼的部隊太龐大了 人口落差來到了40 後面部隊持續接了起來 鬼雷埋下去 部隊持續在操作 三礦是有放一顆光炮 對 三礦右上角那邊有一個 我想說看那個射擊的那個感覺 不像是追劣 圓圓的 很像小顆元氣彈 畢竟我對於光炮的子彈 那個彈道是非常敏感的 沒錯 欸 是敏感嗎 不是 你不是常放嗎 應該是很死的才對 GG 這邊三大尊GG 恭喜邦尼 1比0 暫時領先 這把應該也是BO3 對 這把也是BO3 一直到最後的決勝戰 才是BO 他又是BONNY 這邊邦尼剛剛就是前期第一波 3人的先知 還有教室 搭配教室的一個騷擾 是完全沒有賺到東西 直接被 先知直接被炸掉嘛 然後三隻教室被包起來點掉 是完全沒有賺到東西的情況下 前面就已經很優了 沒錯 是沒有到大優 但是就是 已經是虧著打了 3人這邊是虧著打了 那在後面部隊前壓的情況下 那個鬼雷 立了非常大的功 其實講到改動啊 這次改動的衝突也被砍了蠻大一刀 我們的刺繩 雖然我真的覺得刺繩有點強 有差很多嗎 攻速少0.0幾 說砍一大刀 0.02吧 好像0.1都不到 真的別講幹話了 不是我真心覺得 他目前我 啊 沒有 砍最大刀的是媽媽 媽媽被趕 媽媽被趕 好 我們先回到比賽 在左下角 藍色的神族玩家 是我們的CYON 來自中國的神族選手 那在畫面中 右上角 紅色的人類玩家 是來自韓國的BUNNY 怎樣是砍多大刀啊 媽媽補血不是一次補那個120D嗎 他改成媽媽補下去的第一時間補 只會75D 還是70還75這個數字去了 然後後面的 慢慢回血的方式 就他不是像以前就是瞬間就是直接補125 他是 你補血補下去他是先瞬間補70還75 然後後面那50D再慢慢回 慢慢滾這樣子 嗯哼 對 補血這個我覺得 這個差蠻多的 因為現在 重組 早期的打法就是 養賴大量的媽媽 這邊3 這邊3 4時要來擋你礦區 這邊探測機是已經躲到二框的卡卡角 打算用在走上做一個二次偵察 看起來是完全沒有被發現 對 不過這邊槍兵走了出來 所以這次攻兵應該是 硬點好像點得掉 剛剛 對 我覺得我講媽媽被砍一刀 然後聊天室卡 然後就怎樣 開始大罰我了 他說很合理啊 150金礦 對地對空 三個魔法技能 距離8 還不會被F2 CV值這麼高的單位 你還抱怨什麼 你還抱怨什麼 真的耶 他應該要設一個熱鍵 讓你可以切換說 媽媽可不可以喝F2 我懂你意思了 就是媽媽自己的一個 再多一個技能 可以去設定就對了 對 應該要設定所有單位 都可以選擇要不要F2 對 我覺得這樣好像比較公平 這樣對其他兩組好像比較公平 這邊幫你一樣選擇出我們的鬼雷 像那個烈光球的子彈射出去 那個子彈可以被F2 不覺得你智障嗎 那個我真的覺得蠻智障的 而且百身吧 百身蟲的小蟲也會被F2 對啊這合理嗎 對 那都給你F2就好啦 這邊的打法是跟上一場一模一樣 VS之後 先知搭配三隻教室 招牢 那先知進了主況 還是被炸 只能說幫你很會買鬼 對 然後那個人禁可以F2也是蠻智障的好嗎 他應該要自由切換所有的單位 能不能F2 因為當初就是 高階聖堂武士 因為他不能攻擊 所以他F2的時候 他就只會一直有點重 對啊 烈光球也是啊 不是啊 烈光球子彈可以F2太白癡了 真的 真的 百身是小蟲 寄生王蟲小蟲也是 寄生王蟲小蟲有嗎 可以啊 只要能控都可以F2 對 我記得可以 對啊你看可以 只要能控都可以F2 那為什麼 那為什麼後蟲可以不F2 這應該讓我們可以設定 烈光球 烈光球可以F2 就已經很智障了 他射出去的子彈可以F2 我的 無言 F2回來炸自己了 超賠氣到嗎 這邊放了一把天啟 我們剛剛三人是非常大方的 又送了一隻先知 跟上一場一模一樣 這邊家裡一樣 同時在提升的是 我們閃現的科技 還有地面的一弓 還有地面的一弓 這邊要直接撞到 對 邦尼這波不一樣 他這波是有帶坦克的 所以 有點兇 連弓兵都拉出來了 這個要我來維修了 這波太兇了吧 這波好兇喔 兩台坦克 好大量強兵 人口這邊方妮是來到87喔 塞爾這邊是86 哇 那這邊鬼連埋得非常好 直接埋在你的 這個 二三礦交接口 這邊二礦建築學只能被白點 那頂完的時候 瞬間少了兩個傳送門 這邊塞爾要等的應該就是我們的閃現喔 這邊 教室飄了過來 同時追列直接往前 但是閃現還有五秒 他現在教室想要來 引我們的鬼雷 但是這邊鬼雷是沒有引到的 哇 再會了 再會了 這邊兩台坦克直接保全的情況下 部隊直接往散況進喔 三人的追列直接 並敗敗三種 打出了 繼續 哎唷 目前未常敗機阿 幫你 幫你 直路都一 整路都是直落二阿 對 好 那這邊恭喜我們的邦尼是進到了 我們的最後決賽喔 我們的Final 那同時我們的Science 是調到了我們的第二輪的敗部 那等一下要為各位帶來的 就是我們優格對上Sale 蟲打蟲的內戰喔 那這邊先稍作休息一下